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们都卯足了劲想送姐姐们成团 纳英更是亲自下场催网友投票 向高位成团的意愿不要太明显 纳英的拉票策略也出现成效 微博发布后 她的票数飙涨100万 并且现在依旧保持着超高的增幅 不仅自己的票数在增加 纳英对七位姐姐的总票数也逐渐追上了周比唱组 但是纳英下场催票 让周比唱就比较尴尬了 在此之前 周比唱的票数一直是断层的状态 纳英只有70多万的时候 周比唱的个人票数已经突破200万 但是现在纳英在众多打扣团的加持下 已经迎头赶上 截至发文 纳英的总票数为180万票 周比唱的总票数为211万票 只剩下30万左右的差距 按照现在的增幅 纳英的总票数有望在成团之夜之前成功实现反超 话说回来 纳英现在这个票数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毕竟那是纳英在肖战 宋茜 赵露兹 景田 周深 杨阳 龚俊等 一众流量的加持下才有这样的票数 但周比唱就不一样了 目前为止 她的票完全是靠自己的粉丝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周比唱和纳英这场C位之争 周比唱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对抗半个娱乐圈 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公平的比赛 现在的周比唱确实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如果她下场拉票就会被认为她功力性太强 如果不亲自拉票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排名 还会影响自己组的姐妹们成团 确实是进退两难 不仅周比唱难 粉丝们也难 有些两边都喜欢的粉丝 直接被纳英拉票给整不会了 完全不知道要给哪边投票 有些网友就换了马甲到周比唱超话给她道歉 甚至连纳英的个别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 周比唱的好闺蜜杨幂终于站出来了 4月11号 杨幂也加入了这场应援大赛 发文给周比唱拉票 她非常走心地写下 16年前没有做到的 我今天长大了 你的出道我来守护 不得不说 杨幂为周比唱打call简直是天降甘霖 也打破了目前周比唱凭一己之力 对抗半个娱乐圈的局面 既然要拉票 那就大家一起来嘛 但是话说回来 姐姐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纳英和周比唱 两人在节目中做了好几轮队友 但是 最后出于两队实力均衡考量 两人才被迫成了竞争对手 所以怪就怪这个节目组赛制太虐心了 其实 纳英下场拉票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整个队的成团考量 因为最后 每个队的成团名额 是直接受到投票影响的 在此之前 两队的差距过于悬殊 按照之前的情况 他们队基本没人能够成团 所以纳英就是为了送更多的队友成团罢了 这场比赛最好的结果就是两个队 均分出七个出道名额 要不然确实有点下不了台 其实 谁做C位都可以 毕竟姐姐们都是非常谦让的 所以在投票的时候还是平常心 别太搞饭圈的那一套互撕的戏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再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再次的视频就发展栏 coffee